中文字幕提供 第一個 黃毅 黃毅叫澳 澳洲 他跟澳洲跟我跟黃毅賢見面 王毅这些澳洲当然是一件是一件是一件大事情 就中国跟澳洲不好已经很久了 那还记得前任的首相这个Morrison Morrison其实他在任的前半截的时候呢 那时候跟中国的关系还很好的就是川普还没有上来的时候 Morrison还没有像个跳梁小丑 在当时Morrison还盛情款待习近平到澳洲访问 习近平到澳洲访问 那中国跟澳洲呢 那签了FTA 那一次其实兵主尽欢 但是之后那什么时候变 2016年17年之后 Morrison感觉他换了个人士的 变了个人 之后呢就开始了一路呢跟着跟着美美国 那种反中的旗号的一路的走到黑 当你也不用怀疑就是说美国 美美国对于就是说英语英语系的全球舆论的操纵力量是非常强的 那种说英语系的全球舆论不是就对报纸 对电视 对网络 这种的就说的美媒体的形式的表面了 这个这个呢大概你还比较容易捕 说他更更多能的是在一些所谓的智库 呃什么什么叉叉研究研究研究所啦 那个呢对大部分人来来讲的可能 可能都有点 都有点陌生 都有点饶饶饶口 那个心里去距离的都都非常远的 好 那他对于这些的智库的掌控 那个呢更更是超乎啊 一般 一般人的想想象 那 在澳洲的一些的一些一些知名的智库 大概都 都有 都有美美国的美国国国防部的资资金的影子 就算没有的 像像洛伊 但是他洛伊算是 那洛伊人家没有美美国国国防部的影子啊 可是洛伊有 NED的影子啊 什么叫NED 我上个礼拜已经花了点时间的说明 NED呢 就 就是 美国的国家民主基金会 同一年的时间 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他1983年 1983年的 是雷根 里根在当总统的时候呢 他成立了这个国家民主基金会 那说 这国家民主基金会是 平工 平工创 创立了没有 里根在当时就已经讲他们就是CIA 就只是把CIA的业务呢 许多 搞 搞 颠覆的事情 还是交给CIA做 可是搞宣传洗脑的事情 我们需要个新单位 换句话说 NED 跟CIA 是分工的 一个呢 一个 搞洗脑 一个搞颠覆 搞洗脑的 交给NED 搞颠覆的 继续的交给CIA 好那因此呢 NED呢 NED在成立20年之后 他的最大的纪念他成立20年了他干了件事 那在同同一年 同一年的在 在澳洲呢就就出现了洛伊研究所 在台湾的就就出现了 台湾民主基金会 那你说他是偶然是不是唐江龙穿着穿着附会 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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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我我也我也没有我们很直接的因赛的证证据没有啦 就是 知知知知之前的就是说呢 维基揭幕 揭秘里面有没有特别谈到这些的我的我的我的注意些新闻讯息的时候呢 我是没没看到 好不过 基本上面的是是 同意挂的 好所以 澳澳澳澳澳澳澳本身的美国的掌控力量的是没啥要问我没没有什么问题的哈 好不过 从从 莫里森之后 中澳的关系的就急转直下 习近平那一次到访 习近平那次访问是2015年吧 之后呢到现在你看已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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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年99年的时间了就中澳的关系啊 就是呢 属于属于那就说了 林的领导人层级的互访 甚至于呢 甚至于这种外长的 互访 几乎呢都停止 好不过呢在 在今年开春之后呢 澳洲的 总总理 阿尔巴尼斯工党阿尔巴尼斯 带带着黄英贤黄英贤也到 两个人的到北京访问之后 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荣斌的状态 那个荣斌当他们两个的到访 就已经预告着 中澳关系的最坏的时候已经过了 而许多 中澳关系很坏的时候 的以说衍生出来的 就是说 把经贸的 把贸易武器化 把贸易武器化了 这个 就是把把把这些 许多的 相互的相互进出口的这些的这些的品项 当作是报复的工工具 那就当会让很多的业者来的来讲的 平白无辜的受到很大的损损失 像澳洲的红酒 那个时候台湾的话 我们要喝自由红红红红酒 现在不用喝了 红红红酒甘愿不自由 他他又要去大陆了 那那个时候台湾虽然没有说 我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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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吃自由的龙虾 因为龙龙虾澳澳洲的龙虾的 之前百分之九九十啊都都灌到了大陆去 台湾虽然没有这样讲啊 不过台湾的真的是吃了一些自由龙虾 我记得前两年我在我的节目上面讲过 就是我常常去吃点下铁板烧 那个那个老老板 那个老板就 现在澳洲龙虾便宜啊 那那这就是反正 虽然虽然没有没有没有到买买买一送一啊 不过那一只呢便宜和很多 那个时候呢反正因为大陆不能进去嘛 所以呢澳澳洲的龙虾的没地方去 那来台湾的这个价格也低很多 这这是一回一回事 可是 你知道在 在大陆啊 并没有因为 因为大陆就 大陆 就是禁止澳洲龙虾的进口 所以大陆就没有澳洲龙虾 不是 澳洲龙虾的就开始有许多的澳洲龙虾的就经由台湾走私的到大陆去 那 我昨天碰到了 碰到陈玉珍了 碰到这个的金门金门县级的立委陈玉珍 那陈玉珍刚好的就也也谈到这一这一段 就说了前几年的时候 他们在在金门 金门的很多的 金门捕获很多的澳洲龙虾 怎么在怎么可能博很多澳洲龙虾 对他就捕获很多澳洲龙虾 那些澳澳洲龙虾呢就就是 被装成一箱箱的丢到海海里面 你丢到海里面之后呢 然后就会有 就会大陆的 渔船的就来捞 轻易的就捕获了很多的澳洲龙虾 那大陆的渔船 然后呢在台湾 在在金门附近的台湾海峡的水域里 捕获大量的澳洲龙虾然后供应给大陆的内部的市场 你听起来不会觉得很怪吗 那当然就就是间接走 是吗 台湾的就成为一个很独特的一个一个一个大陆的旋转门的地方 好不过现在的澳洲龙虾的重新开放 好那王毅因为因为之前阿尔巴尼斯的跟黄英先去了 那王毅的王毅的这一这次的去 去澳洲的访访 王毅的是怎么讲的 王毅呼吁就是中澳中澳关系的不走回头路 那不开倒车强调的 葡萄酒征收高关税的这件事情的已经得到了妥善处理 希望努力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 他更他更坚称了中方愿意和澳方的筹备好两国的高层交往 全面重启磋商对话机制 考虑了展开的海洋事务对话 谈到涉及台海的问题的时候 王毅的再度呼吁 希望呢 希望的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的发展 那王毅的这一段的这一段的讲话 阿尔巴尼斯的回应的是是说的澳中关系啊 不应该有 有彼此之间的差异和分歧来定义 应该尽可能寻找大家的利益共同点 那二80说二80是说的澳洲方面一直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将继续呢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好 从 从王毅 和 二804的讲话 大家确定一件一件事情就就是 习近平大概不久之后 是会到澳洲去访问 就是 两国之间的互访 恢复 等到这些的所有的这些贸易制裁的品 影像都恢复正常的之后 事况的回到从前之后 大概 那个时候就是 两 就是中号的经贸春暖花开的时候 大概就是 习近平的会到澳洲访问的时候 行李如果到澳澳洲访问他他是一件大事情啊这个是 这个是美美国从川普时代的围堵中国以来 那 对于 对于就是说习近平来讲 那去去去出访的美国的这个 核心的朋友朋友圈的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所以习近平今年 今年 呃有没有有没有可能譬如说 呃他可能去法国他去年去年因为因为 因为IPAC关系的他去了美美国 今天有没有可能去澳洲 去法国 这这些的都会对于 亚太这些政治的跟跟 中欧中欧关系来讲会有影响 习近平一旦一旦到了 一旦到了法 法国 那接下去他到法国的德国怎么办 德国一定说那那那那你也一定要要来啊 可是因为德国现在的 现在的设外系统对对中国太不友善了 那个难度有有点高 那英国呢 英国的英国英国英国现在是卡麦隆的 以外外向回来接外长这个当时比较少少见 可是那卡麦隆现在回回来 卡麦隆回来算你看起来好像 中英之之间的 经常隔着 隔隔隔空的在叫板 不过我我认为了那个都都只是在互相的 互相的抛球啊在在撒娇而已 好的但是 不管怎么样就说今年的中澳关系是可以期待 今年的中国关系的是可以期待 好的但是 是不是网易的去澳洲的就一帆风 风顺了 呃网易的提提出一个很很特别的请求就就就 他就安排他的行程的时候的有一个特别行程就就就就说 我这次来的 我除了跟阿尔巴尼斯跟黄英贤现在的澳洲的工党之执政党的这个 总总理跟外长见面之外 我还要我还要跟的跟跟基廷见面 那这个 Paul John Kitting 保罗约翰基廷 他 基廷的是在1991年到1996年的时候呢 担任第24届的澳洲总理 现在呢在新南威尔斯大学的担任公共政策学的客座教授 那保罗基廷 好那他要他要他要见 见保罗基的基廷呢 虽然因为的保罗保罗基基廷的他也是工党 但是 保罗基廷的工党 跟现在阿尔巴尼斯的工党 还是有一些的有一些不一样 保罗基保罗基廷的时候的工党 跟中国的关关系的比现在关系的要更好 因此呢保罗基基廷的在许多的中澳关系的当中啊 他对澳洲政府的是很不以为然 以至于就是说现在的工党 碰到保罗基廷的时候呢 他他过过去是工党选选出来的领导人了 那现在算是当当教授的 可是总还是有声望的好那前任的第224第24届 而且他在位时间还不算短大概有5年的时间 好的一个一个 一个在中澳中澳关系的当中的一直在批评澳洲澳洲政府 你认真听保罗基廷的批评 保罗保罗基廷的批评 不是单纯用亲中两个字 台在台湾最麻烦的就是这一点 你只要在两岸两岸关系的当中 譬如说我在台湾生活我如果说的批评台湾政府的作为 台湾政府民进党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说你你你你唐秀罗喜欢喜欢大陆你滚回去啊 你你你你亲中你就就滚滚回去啊 你舔空你就滚回去啊 那个都很都很简单了就是 就是呢 怎么骂的怎么怎么怎么说他就是他不愿意跟你直接对话 保罗基廷在中澳关系里面的对于澳洲政府批评甚多 这个批评批评甚多了他认为就是今天的中澳关系走到这个地步 他提到两个第一个就是澳洲对于自己地缘政治的角色 认认不清 认不清就是呢他长时间的没有办法去隐藏 以及呢没有办法的摆脱的这这自己的白澳政策的那个白人在政府的 那个 那个心理心理层面的影响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对于自己的地缘政治你到底是亚洲国家 还还还是美洲国家 你不能因为你是昂煞所以呢 你基本上面的就完全跟着美国走 那这会伤害到澳洲的利益 基廷对澳洲政府的批评不怪这两点 他认为中澳关系走到走到今天 是澳洲本身的定位错误 自我认知错误的所造成的 那这个批评有没有错没有没有错只不过在这个时候呢当 当王毅说哎我要我要去去拜拜访下基廷 跟跟基廷请安 这个对阿尔巴尼斯的多多少呢 是有点警告因为是有点糗了 就爱点你 UFO 要不要 要不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